大家好,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手上这一本 《一里真传》 这个作者可是大有来头的 作者是清正清安 他是著名的四川火神派的开山老祖 他的地位就相当于武当派的张三丰那样的 其实火神派呢 我认为是中医界很独特的一个派 就是他们以使用父子而出名 郑清安老祖的旭 他的旭说 医学意图不难于用药而难于实证 亦不难于实证而难于使阴阳 阴阳化生五行 其中消长营虚 发为疾病 万变万化 勤易溃测 枕后之际由多似是而非之处 辩查不明 先有不误人者也 于 蜀南林业人 迁居于成都省城 学医于纸堂刘太老夫子 指示皇帝内经 周易太极 众景立方立法之志 于陈前语司二十余载 使之人身阴阳合一之道 众景立方垂法之美 索览于一书七十余种 每多各成己见 亦未尝不讲众景之法 然或言并而不道其并之所以然 或言方而不叹其用方之所以妙 参丝坚出 使人入于其中而莽然 禁阅民省陈修园一书一十三种 卓谷准今 论身筑浅 破得重景之威 一切明特 其中分阴分阳之十句 用要活泼之机关 兼有律而未详者 于不揣笔漏 以管馈之剑 仅将乾坤化欲 人身性命之急 与夫妻妻凝营缩 内阴外阴 阳虚阴虚 病情时俱 用方用法 活泼圆通之妙 详言数十条 以名重景立法 垂方之苦心 亦足以补修缘先生之未诞 因志在活人 遂不知其言之妄言 高明亮之 同志 己四 菊悦 蜀南 林业清安郑授权书